兔小贝 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格 泵里能产珍珠 我们知道在大海的深处啊 有一颗一颗闪光的珍珠藏在一个个贝壳里 那有人知道为什么在这坚硬的壳子下 能产生珍珠吗 格和泵体外都有两片硬壳 两片硬壳的内壁上都长着一片柔软的膜 这两片膜啊像外套一样包裹着格 泵 柔软的身体 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外套膜 贝壳就是由外套膜所分泌的物质形成的 外套膜表面分泌珍珠质而形成珍珠层 能焕发出艳与夺目的光彩 只有能分泌珍珠层的贝类才会产生珍珠 当偶尔有水中的沙粒 某些寄生虫等异物 进入贝壳与外套膜之间时 外套膜受到刺激 就分泌出珍珠质 将外来物紧紧地包裹住 一层又一层 久而久之啊 这一层一层分泌出来的珍珠质 它们就形成了闪闪发光的珍珠 珍珠背中长出的珍珠是最美丽的 当然也是最多的 偶尔红萝壳里也会产生红珍珠 所以呢 在大海深处 在那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贝壳里 可有着丰富而又美丽的一个个故事呢